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第二台云服务器 就是我们的minux做一个云部署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我们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去进行修改的 我们打开项目 然后首先我们找到我们这个videocontroller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我们之前有写过这样一段pass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文件 我们上传BGM的时候 它所要保存的一个路径 我们给它定义的一个命名空间 那么这个命名空间 我们一开始是在我们的windows上去做的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一个c盘下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已经是放到云服务器上去了 那么云服务器是一个linux系统 由于文件系统的不同 所以我们的这个路径是需要去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对于这个路径的话 我们往往不会在这个文件里面去写死 我们会到资源文件里面去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源文件 这是一个resource.properties 它是一个资源文件 我们一开始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就已经是有了这样的文件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使用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sprintmvc.xml 在这个文件里面 最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配置了 我们把classpass下所有的resource 就是resource目录下 所有的properties都进行了一个扫描 如果说有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里面的相应的属性 并把它配置到我们的controller里面去 那么就可以了吧 既然如此 我们直接在这些资源文件里面去配置 那么就OK了 那么如何去配置呢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定义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file space 然后给它一个路径名 那么这个路径名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拷贝一下 拷贝到这个部分来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在windows上的一个路径吧 那么我们把这些地方我们全部都惊解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一个资源文件来说 是识别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需要把它改为斜杠 这是我们的一个windows下的一个操作 改为反斜杠 OK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windows上的一个路径 那么对于Linux来讲 我们需要做一个修改 我们把这个改为正斜杠吧 OK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终部署的时候要用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注释掉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需要在本定用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注释放到下面来 做一个切换就OK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配置完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file space 其实也是它是通过一个表达式 可以注入到我们的类里面去 不管是service还是controller都可以 那么我们到controller到顶端属性的部位 我们来进行一个注入 我们在这边可以写上一个private 我们来定一个 那么名字的话我们可以和前面是一样吧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file space 定义一下 然后呢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作为一个表达式给引入进来 那么表达式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file 就是这个 使用这个注释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值做一个映射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会使用到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其实和JSP里面的一个EL表达式是一个类似的 那么在sprey里面 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EL表达式 使用dol符号 然后呢使用这个两个双大功号 在这个里面再把我们之前所配置的这个file space 我们写过来 那么这样子它就可以做一个映射 另外这个名字和我们在resource.properties里面的这个名字 是一定要完全一样 然后这个的话是建议一样 如果说你不一样的话你后面再加一些随便的字符 定义为别的一个名字 那么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file space就已经是引进来 引进来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给我们的这个file space 给到它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替换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文件的保存的命名空间 就已经是ok 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是需要去到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db.properties 去配置一下我们的数据库的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的数据库是安装在我们的一个windows server 是在另外一台云服务局上 所以我们的这一段ip是需要进行修改 另外我们的端口也要修改吧 那么端口是2208 我们之前是改过了 另外我们的这个地址 地址的话在这个地方由于我们已经是配置了一个域名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写一个ip 当然你去写ip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我们之前所备案过的一个域名吧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 外加一个端口号 那么大家如果说没有去备过案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就直接去写一个ip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password 这个的话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建议吧 我们把这个原来的进行一个注释 我们还是要把原来的写上 因为有时候也会进行测试嘛 这是localhost3306 这是原有的 然后我们的密码也是一样 原有的呢给它进行注释 这个密码的话一会我会去进行一个修改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 这个密码一定要和我们的服务器是要一致的 change me啊 ok那么这一块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的配置 数据库的配置完毕之后 那么还有一种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中间键 sukip sukip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吧 它的配置在这个地方 我们定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ip地址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在我们的属性的这个位置 我们去新建一个 在这里可以去新建一个叫做sukip.properties 然后还是一样 可以通过它的一个站位幅的表达式 和我们的数据库一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库的 数据库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引用的是一个站位幅吧 其实也是一个表达式吧 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配置到我们的sukip这个部位 大家也可以试着尝试去做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就稍微简单一点 我们把这个直接就去修改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linux 就是部署的一个这套系统和我们的sukip 是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写127.0.0.1 这样子就可以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些基本法定都已经是配置完毕了 配置完毕之后 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我们的一个foot 就是这个文件 commonfoot.js 那么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是在页面上去显示一些相应的 比如说图片 还有播放的一些BGM 还有一些视频 那么我们是定义了一个API server 和一个BGM server 我们把这个注释一下 把下面的开放 这个是我预先先已经是配置好的一个路径 大家自己去配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台 就是windows它所在的一个win服务器的项目地址 后面有一个feed 这个也是大家自定义的 看你怎么去设置 另外这个是我们当前这台 本台机制的一个IP 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播放的 那么这个后面配了一个nvc ok吧 现在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这一套项目的一个基本配置 都已经是完毕了 那么完毕之后 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打包 打包的话 是和我们之前的一个spinput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的一个启动方式 其实就是通过一个web.xml 那么很简单 我们直接install一下 那么我们先针对我们的项目 首先右键进行一个clean 马本clean 点一下 好 ok 现在是整体军事clean完毕 clean完毕之后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install吧 我们还是一样 对整体的我们项目来一个install run as install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包就算是打包完毕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部位 他已经是进行了一个war 我们外包的进行一个打包 然后再拷贝到我们的某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整体的一个build就是success了是成功 成功完了之后 我们到这个target之下 我们直接可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打包 就是一个war包 control c 拷贝到我们的这个桌面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包就已经是有了吧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重命名 这个名字太长了 随便可以定一下 比如说我们就把它定义为m 或者会称作一个admin 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进行一个上传 上传到我们的一个云服务器上 打开我们的这个ftp工具 然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做一个上传 找到我们之前的一个连接地址 这个是179吧 就是这个 我们点一下 然后呢进行一个链接 这个时候现在已经是连通到我们的云服务器上 还是一样 我们是需要去找到我们的一个对应的地址 我们去找到tomcat所在目录 是在user下面 local 再找到tomcat8 然后它有一个webapps 双击点击进去 这里面是目前是空的 没有任何东西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左侧 去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admin吧 然后admin我们右键上传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上传到我们对应的目录 上传的同时呢 有个地方我们是需要去讲一下的 我们现在使用云服务器是一个linux系统 那么我们之前在所有的测试本地环境 都是在windows下 所以有一个地方我们是务必要去讲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ck 找到springboot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文件 就是ckcreatorclient双击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以前是已经是做了修改 那么大家也去改一下 就是在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当我们拿到一个 UIr地址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一个分割 因为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转码 incode 那么我们在本地的话 我们是使用的是windows 所以是我们通过了一个四个反鞋杠 它转移之后进行了一个切分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在linux之上 那么我们的一个鞋杠就是一个正鞋杠 所以在通过一个split的时候 那么这边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如果说你两台名服务器都是windows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你不改无所谓 你如果说一台是windows 另外一台是linux的话 那么在这个地方 那么一定要去进行注意的 OK吧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现在已经是成功的上传 然后我们F5刷新一下 刷新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会进行了一个自动的解压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去把这个服务器停掉 我们到tomcat的路径 shutdown停掉 停掉之后 我们要做一步操作 是什么操作 就是我们的一个BGM 它需要对外开放一个虚拟目录 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配置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段话 所以说这段话 我们是需要去进行了一个额外的修改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预先 我们先到linux里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配 这个的话 我也是预先配好了 在这一块 这个是我预先配好的 配了一个这样的路径 大家应该是都可以理解 我之前有说过 只不过在这个dockerbase 这个地方是需要去注意的 我们在linux之下 是一个斜杠 这个路径大家随便去定义 那么我在这里是以这样的形式去定的 这个是和我们刚刚在一个filespace 做的一个配置 映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块东西 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那么这个配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路径呢 是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创建的 所以呢 我们把当前的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到根目录下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没有这样的路径吧 所以呢 我们mkdir 我们来把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给创建一下 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现在是已经是OK了 可以看到这个目录已经是有了 然后我们在cd 我们进去 并且我们这个nbc bgm也已经是有了吧 那么有了之后 那么现在就应该要去启动我们的服务器了 我们到tomcat之下 我们通过start 好 现在已经是启动了 然后启动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一开始的话 我们整体的项目第一次上传 启动 包括我们打开都会比较缓慢 所以说我们先稍微等待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到这边 我们刷新一下它的一个地址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直接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只小猫现在是经有了 所以说我们整个项目是已经是成功了吧 然后我们打上这个 我们刚刚写的这个项目名 我们项目名取的是admin 回车一下 现在会比较缓慢 因为是第一次加载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圈一直在转 好 OK 现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已经是打开了 然后我们登录进去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体效果 好 现在的一个页面已经是展示出来了 然后里面的功能也可以去做 并且我们这些可以都查询 全部都有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这个测试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以一个我们的BGM上传为主 我们上传之后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另外一台云服务器进行一个下载 并且我们的一个小程序端也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看看这个BGM能不能拉到 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走通 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先看一下 目前有两个BGM这些都是以前的数据测试的 然后我们来新添加一个 这边我们写一个测试的BGM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音乐片段 我们找到这个选择music123双击一下 好 现在是已经是上传成功了吧 那么上传成功之后我们点击这个播放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在这台云服务器上能不能进行一个成功的播放 OK吧 我们现在没有问题吧 我们现在自然能播放 就表示我们这个音乐已经上传到我们当前这台服务器上去了 是可以成功的播放的 那么也没有问题 然后点击提交 好 现在是成功了 就是这一个BGM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进行的一个上传的一个音乐 然后接着我们是需要到我们的一个小程序那边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BGM有没有成功的进行的一个下载 并且我们能不能在小程序边进行一个播放 那么我们打开小程序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边一下 我们重新边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效果 我们来做一个上传 点一下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吧 我们选择这个 双击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 在这个部位就已经是从我们数据库里面拿出来的吧 那么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BGM吧 点一下 你可以发现它是可以播放的 那么证明我们的这个音乐已经是上传成功了对吧 我们点个LOW 一会儿我们来进行一个视频的上传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到Windows这台Server里面去确认一下 我们到C盘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imook-videos-dv 可以看到这个BGM已经是有了吧 双击进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吧 我们是跨服务器的进行的一个下载 那么我们整体的一个流程基本上是跑通了 我们的Skeeper也是没有问题的 OK吧 那么接着我们来做一个上传 我们来测试一下 点击上传 这个时候上传会比较慢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志里面这边会有一些相应的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的话我们不用管 这个是因为由于以前的我们的数据 以前的数据因为是肯定是不对的嘛 OK吧 现在我们已经是上传成功了 那么我们到个人页面去看一下 这个视频也已经是有了 那么有了之后 我们来到我们的另外一台服务器上 就是我们的Linux上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对这台视频进行一个举报 我们首页也已经有了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举报 举报用户 然后随便写一些 点击提交 现在是已经是提交过去了 那么到我们的这个举报管理里面 举报列表看一下 就是这一条吧 这个是我们刚刚所新建的一个 然后点击播放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现在是可以播放 因为也是进行了一个BGM的合并吧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进播 是否进播 然后把这个进播给确定 那么现在就是操作成功 操作成功之后 再到我们小城市这一端 我们来看一下 点首页 那么这条视频就已经是消失不见了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说 两个服务器这边是已经是OK了 绝对是没有问题 流程的已经是走通了 好 好 感谢观看